大家好,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我們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硬碟跟SSD的差異 不曉得您是否已感受到SSD的速度有多快了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分享 隨身碟跟記憶卡的規格差異吧 我們現在看到在桌面這些就是隨身碟的部分 隨身碟的種類非常的多 那它是屬於一種小型的便稀式的儲存裝置 它可以透過像USB的部分 可以去連接我們的電腦 或是各種擁有USB接口的電子裝備 都可以 那它是以快閃的記憶體 進行一些傳輸或者是儲存的部分 因為體積很小而且重量很輕 還可以重複寫入 所以很多客戶都隨身攜帶向隨身碟去放資料 這個都沒有問題 當然它可以依照它的介面 或者是它的容量 以及它的傳輸速度 分為非常多的種類 例如說我們常見到的有USB2.0 甚至快速度快一點 有USB3.0 甚至有更快的到3.1 3.2都有 以及它的容量的部分 從幾十G 一直到幾百G 甚至到TB的容量都有 那當然 隨身碟的這種傳輸速度 其實也會受到它的傳輸頭的影響 我們常見的是這種 我們常叫USB 其實它就是TAP A 但是像這種TAP的部分 它還有到快一點的 到TAP C的 孔都有 所以它的傳輸速度就會更快 所以這些就是一些比較高端的隨身碟 就會支援到TAP C的連接孔的部分 這樣讓你的讀寫速度能夠更快 許多人在購買大容量隨身碟 或者是記憶卡的時候 如果我們安裝在行車記錄器 或者是使用在錄影主機備份檔案的時候 卻發現沒有辦法正常讀取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隨身碟跟記憶卡 它的格式有分為像FAT32 NTFS 或者是EXFET 這三種 那一般我們出廠的時候 它格式的部分是FAT32 雖然它的速度是三折裡面最慢的 但是它的相容性相對的是偏高 所以建議遇到不相容的狀況的時候 您只需要將隨身碟格式化成FAT32 幾乎都能解決你的不相容的問題 我們在使用隨身碟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小訣竅要留意 這邊也提醒大家 我們如果我們隨身碟要從我們的設備 或者從我們電腦上面拔出的時候 建議一定要做安全的移除 這個隨身碟這個動作 我們可以去點選我們系統上面的 安全移除硬體 或者是退出這個選項 避免說你的 軟體正在運作 處理我們隨身碟裡面的資料 可是不小心被你拔出來了 這時候很有可能會造成你的 隨身碟裡面的資料 異常 或者是 資料就損壞 甚至遺失了 所以各位要留意 我們關於記憶卡的部分 我們常見的記憶卡的話 就是像這種大小 叫做SD卡 那再來另外一種的話 比較小張 這種叫做MicroSD卡 那其實這兩張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最大的差異在於說 它的體積大小 可是今天如果說我的讀卡機 是屬於這種SD卡 我可以用這種MicroSD卡 再加上一個轉卡 就像各位看到現在 這樣子 把它插進去 其實我也可以插到我的讀卡機上面做使用 那待會我們在 選擇記憶卡的時候 一定請各位要留意 它還是有分一些傳輸速度上面的差異 例如說 剛剛有跟各位說到 如果你使用的是比較快速 需要快速傳輸速度的 像是 GoPro 那種錄影設備的話 就建議你要買速度比較快的記憶卡 要特別去留意 避免說你的 傳輸速度比較慢 結果你的錄影設備在錄影的時候 跑不上 跟不上 這時候有可能導致你的影像就異常 沒有辦法正常做使用 這是 記憶卡的部分要留意的地方 是像這樣子 那我們針對今天的內容 幫大家做個重點證明 我們的硬碟 隨身碟 以及記憶卡 在使用上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不同的儲存設備在容量 速度以及耐用度上面 都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根據我們的需求 以及預算 去選擇適合的儲存設備 才能夠確保我們資料的安全性 好那當然我們也建議大家 可以針對我們的資料去做定期的備份 將我們的備份資料保存在不同的多個地方 這樣即使我們的設備 遇到的狀況 例如說損壞了 我們仍然可以從其他地方 把這個資料恢復 甚至可以保護我們重要的檔案 像我們公司或者是住家 平常使用的監控設備的錄影資料 就非常建議要做備份 除了可以錄影在錄影主機的硬碟內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易地備份在我們的NAS 或者是我們的遠端電腦 這樣就可以讓我們更安心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對我們的頻道的 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